我們最後要上的東西是能源污染跟防治 第一個就是能源提供了我們熱能、提供了我們動力 但是呢如果使用不當或怎麼樣 也會對於自然能造成一些污染跟破壞 我們要介紹幾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溫室效應 這個叫做溫室效應、溫室氣體 我地科會再上一遍 陽光照到地面照到了以後 地面會用紅外線的方式向外輻射、熱量 我們前面教過紅外線跟熱有關 有一些氣體非常會吸收這些紅外線的熱量 包括了水氣二氧化氈跟甲烷 這三個要備 後面多寫的臭氧、氧化氧氮這個可以不備 可以本身前三個要備 他們很會吸收這個熱量 這個效果類似原液的溫室 所以把它叫做溫室效應 他們叫做溫室氣體 而現代的情況就是 因為我們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產生了很多的二氧化碳 所以使得溫室氣體的量增加 所以就吸更多熱放更多熱 使得地球越來越熱 這個情況叫做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的問題 對國中生而言基本上只考一個問題 叫做會使得冰山融化海泥面上升 淹沒低化的地區 所以就記得有一個問題叫全球暖化 是因為二氧化在海面增加的關係 那結果呢會使冰山融化海泥面上升 第一個問題全球暖化使用化石燃料 同時呢有個酸魚 什麼叫酸魚 PH值小於5.0的叫酸魚 我們應該會曉得自然界雨水本來就是酸的 因為融了二氧化碳有碳酸 那個PH值大概5.5附近 所以我們說5.0的叫酸魚 是因為人的關係使它變得比自然界更酸 哪些東西呢 硫氧化物跟氮氧化物 油氧化物會形成硫酸、亞、硫酸、硝酸、亞、硝酸 然後呢造成了所謂的酸魚的問題 所以呢化石燃料裡面有油的成分 還有汽車引擎會產生出氮氧化物之類的 所以它會構成酸魚 環保署、胡電瓶以下叫酸魚 油氧化物跟氮氧化物 那麼解決方式呢 可以把二氧化流通入碳酸蓋 就會反應產生二氧化碳 這樣子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但是氮氧化物到現在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把它清掉 沒有辦法可以把它清掉 所以這是所關於酸魚的部分 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酸魚 然後誰會造成酸魚 再來就是熱污染 就是我的工廠啊什麼之類的產生的廢熱 所造成環境的影響叫做熱污染 台灣然後污染的大氣跟水啊 這些核電廠、火力發電廠、鋼鐵啊冷卻系統 它本來就有很多的熱 然後把它冷卻下來然後就送出去 就使得別的地方的熱會增加 有大量的廢熱造成所謂的熱污染的狀況 熱污染的狀況 台灣有這幾個熱污染的實力 一個叫做珊瑚白化死亡 因為核電廠需要吸海水冷卻 吸進來是冷的冷卻完出去是熱的叫溫排水 這個溫排水排到大海之後 如果使海溫增加珊瑚受不了就動不了 就白話死叫叫 然後呢核二長的避雕魚 就是那個魚的長得非常奇怪 歪犀牛巴長不止 因為那個熱水破它的酵素 所以使它長得歪歪的 然後歪歪的叫避雕魚 這就是熱污染的實力 這都是因為來誰來的 台電 都是因為台電嘛 台電的核二長 所以客人想說啊我們就想辦法解決啊 整海底啊什麼之類啊 智力啊什麼之類的 來彌補他的過錯 彌補他的過錯 他所犯所殺的叫做一些結果 叫做熱污染 熱污染痛號 OK 好 這就是熱污染的情形 核能事故是核電廠核能事故嗎 核能事故主要就會有放射線的外洩 放射線看不見 可是呢大量的高能量的放射線 會對人體造成很大的傷害 而且呢放射線的半摔起可能很長的 他影響時間會很久 很久 然後所以這有三個 最少就是美國的三里島 再來就是車諾比 那各位比加進的就是應該是 日本那個311地震之後的 輔導的核電廠的事故 造成很持續性的長久的一些影響 車諾比那個地方都會像都被圍起來 人不能進去 全部都封住了 人不能再進出了 其他 燒不乾淨的 所謂的烏煙瘴氣 燒不乾淨的 玫瑰 還有我們肉油 肉油 這個台灣發生好幾次 這也是90年5年比較近的一次 之前也發生過一些肉油的狀況 它美國有更多更嚴重的 超級油的整個露油露衰 為了一大片海域 所以就告訴你 我們能力長量並沒有很豐富 地熱是多一點的 是 然後現在能源進了很多 所以你說要節約能源 然後好好善用能源 不要亂用 因為我們能源不多 然後如果不影響生活品質 大家好好的節省的話 我們還給了很好的用 這只是要告訴你說要節約 就是現在的節能減碳的說法 讓各位能夠理解 就是有關於最後 一些能源的污染跟防治的部分 OK嗎 OK 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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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